娱乐圈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明星在享受着粉丝和观众的追捧的同时 同样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去提防粉丝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因为他们无处不在 所以明星其实是一个高雷工作 是在阳光下工作的人 没有杀隐私 因为都会被扒出来 自带流量的汤 自然某一个动作都会被拿出来研究 我觉得这应该是观众的力量 永远闲着没事干去圈圈点点 人气和热度都非常之高 他一个请客的举动 被网友们无限放大了 我们营保应该是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不然怎么在这样的娱乐圈混下去 赵丽颖晒出来的一张外卖单 网友们看见也都不说话了 因为营保不仅给他们点了水 还有其他外卖 赵丽颖对其他工作人员是真的好 营保的演技可以说是比较棒的 在花千古中 一个机灵古怪的女主 一个深情默默的女主 让整个夏天都充满着白子画和花千古的浪漫爱情 剧中的结尾可能是第二部的开始 希望第二部还是原班人马继续整个夏天的浪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